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诗提名为奇巧 引用的就是农历七月初期的奇巧节 奇巧节又名七夕节 林杰早就听妈妈说起过她的来历 相传 从前人间的牛郎与从天上下凡的织女结为夫妻 生有一儿一女 生活幸福美满 然而天庭的王母娘娘知道后火冒三丈 立即命令天神下界将织女抓回 牛郎披上有神力的牛皮 扁蛋上挑着一封儿女大步去追 眼看就要追上了 王母娘娘却拔下头上的金簪一划 牛郎之女中间便出现了一道银河 夫妻俩只能是眼泪盈盈 隔阂相望了 后来王母娘娘发了慈悲 允许每年农历七月初期这一天 让喜鹊搭成鹊桥 帮助他们夫妻相会一次 想到这儿 林杰便引出了 七夕今宵看必宵 千牛之女渡河桥 西在金文中写作这样 是将月减去一个标示符号 起初表示从傍晚到月亮刚出来 月光还不明朗的时段 后来就可以引申为夜晚 七夕就是农历七月初期的夜晚 宝盖头的销是夜的意思 而羽字头的销则指天空 终于又到了七月初期的夜晚 今夜看着碧蓝色的天空 千牛星与织女星挨得比平时近多了 不用说 肯定是牛郎与织女 跨过银河上的雀桥相会了 林杰自然是望着天空 入了神 但她知道此刻望着天空的一定不止自己 而是家家奇巧望秋月 穿进红丝几万条 家家户户都在这奇巧间的夜晚 望着这初秋的月亮 而那些虔诚的女孩子们 更是为了求得巧手将红线穿来穿去 恐怕加起来已经有几万条了吧 对于古代的女子而言 针线活是每个人的必备技能 所以不难想象 这万千根红线牵引着的 是万千个女子的真挚愿望 而令人难以想象的是 这样的愿望居然是为一个六岁的小孩子 用如此言简意该的语言标述出来的 要不是天度英才 让林杰十七岁就因病去世 唐朝的诗谈又该多一颗耀眼的明星了 七夕今宵看必消 千牛之女渡河桥 家家奇桥望秋月 穿进红丝几万条